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《摩克十几本电学》 我是陈振旭老师 老师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要来介绍12-3 Part I 的部分 三项负载的连接及电功率的计算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次课程的主题 三项负载的连接 各位同学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有图1跟图2的部分 图1的部分是我们负载把它接成Y型的时候的三项的电路 图2的部分是我们把负载接成Data型的连接的三项电路 首先我们针对图1来为各位同学来做一下详细的说明 图1的左手边 蓝色框框框写的部分是我们三项电源 各位同学我们三项电源有分成Y连接跟Data的连接 我们在Part C 跟Part F 的部分 已经有专门的课程为各位同学也介绍过了 那我们接到三项负载的外连接以后 我们在线跟线之间都有线电流 那这个线电流我们把它叫做是IL 好那IL的话有分成A线的电流 B线的电流跟C线的电流 我们把它叫做大IA 大IB 跟大IC 那一样的我们线跟线之间呢 都有所谓的线电压的存在 我们有三个线电压 那线电压呢我们把它叫做是VL VL的话呢有分成VAB VBC 跟 VCA 那下标的AB VBC 跟 CA 是我们规定好 就是要这样下标的 好那我们把三项电源接到三项负载的 以后呢我们的负载呢采取Y型的连接 好那连接完以后呢 我们也有所谓的相电压跟相电流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相电压的部分 相电压的话我们一样用VP来表示 好那它接成Y的时候呢有三个负载 这三个负载上面的电压分别是 VAO VBO 跟 VCO 的部分 那负载上面的电流呢 是我们的相电流 IP 的部分 好那一样我们有三个负载 我们分别叫做小IA 小IB 跟小IC 好这个是图一的部分 负载外连接的三项电路 的相关的电路的符号 好那负载的外连接的电压跟电流的特性呢 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三项电源 外连接的电压电流特性是一样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正向序的时候呢 我们的 IL 会等于 IP 而且 VL 一样是根号三倍的 VP 而且在正向序之下呢 我们的 VL 也会超前对应的 VP 是 30 度 同样的道理如果在逆向序的情况下 我们的 IL 一样是等于 IP VL 等于根号三倍的 VP VL 一样会自后对应的 VP 30 度 相关的证明的方式 跟我们之前讲的三项电源的证明方式是一样的 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证明看看 好那我们针对图二的部分 如果我们把负载呢 接成 Data 形 也就是三角形的时候呢 来为各位同学来做说明 首先一样是我们的三项电源的部分 三项电源一样有分成两种连接方式 分别是 Y 连接跟 Data 形的连接 那三项电源的连接方式 我们在 Part C 跟 Part F 已经有介绍过了 各位同学如果忘记了 或者是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回去观看之前的影片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接到负载以后 会有所谓的 IL 线电流的部分 那线电流的话 A 线上面的电流叫大IA B 线上面的电流叫大IB C 线上面的电流叫大IC 好 那线跟线之间的电压呢 叫做线电压 我们的线电压 VL 的部分呢 一样有 VAB VBC 跟 VCA 好 那蓝色框框框前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负载 Delta 形的连接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向电压就是负载上面的电压呢 有我们把它叫做是 VP 那 VP 的话 一样是 VAB VBC 跟 VCA 那上面流过的电流我们叫做是 IP 那 IP 呢有流过 A 负载 V 负载跟 C 负载 我们分别叫做小IA 小IB 跟小IC 这是我们向电流的部分 所以呢我们的电压跟电流的特性呢 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发电机的电压跟电流的特性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在正向序的时候呢 我们的 VL 会等于 VP IL 等于根号三倍的 VP 而且 IL 也是滞后对应的 IP 30 度 同样的我们在逆向序之下呢 VL 也会等于 VP IL 等于根号三倍的 IP IL 会超前对应的 IP 30 度 这个是负载 Delta 型连接的电压跟电流的特性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次我们要讲的重点 三项负载的电功率要怎么计算 三项电功率呢 也就是我们的三项电源接到三项负载以后呢 我们的功率要怎么算 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第一个平均功率 P 的部分 平均功率 P 的话呢 会等于三倍的 VP IP 口塞 细打 也等于根号三倍的 VL IL 口塞 细打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图一来为各位同学来做说明 图一是一个负载 Y 连接的三项电路 好 那平均功率 P 呢 I 口塞 细打 也就是平均功率等于电压乘上电流 再乘上 细打 好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蓝色框框框起来的部分 有三个负载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乘上三倍 所以 P 等于三倍的 VP IP 口塞 细打 前面的三呢是指三个负载的意思 那后面的 VP IP 呢 也就是指负载上面的相电压跟相电流相乘 好 那我们再乘上它的功率因素 细打 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均功率 P 了 所以 P 等于三倍的 VP IP 细打的公式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改写成第二行的部分 三倍的根号三分之 VL 乘上 IL 细打 好 那我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两个等号是成立的 因为我们如果负载 Y 连接的时候呢 VL 跟 VP 有根号三倍的关系 然后 IP 会等于 IL 所以呢第一行的算式 跟第二行的算式 蓝色框框框框框的部分 的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呢 P 等于三倍的 VP IP 细打 可以写成第二行 三倍的根号三分之 VL 乘上 IL 细打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改写成什么呢 把第二行整理成第三行 也就是写成 P 等于根号三倍的 VL 乘上 IL 细打 所以呢我们算平均功率的时候呢 可以用三倍的 VP IP 细打 也可以等于根号三倍的 VL 乘上 IL 细打 也可以等于根号三倍的 VL 乘上 IL 细打 那我们的四载功率呢 S呢会等于三倍的 VP IP 乘上 S 细打 也等于根号三倍的 VL 乘上 S 细打 好那最后一个跟电功率有关的 就是我们的功率因素 PF PF 的公式呢就是 S 分之 P 等于 cos 细打 这个我们在第十章交流功率的章节 有为各位同学介绍过了 好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个 SID 就是负载的角度 也就是 VP 跟 IP 的相位角 这个要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好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有介绍了三项负载的连接方式 分成 Y 连接跟三角形的连接 以及四个很重要的公式 P 的公式 Q 的公式 S 的公式 还有 PF 的公式 好那这个单元呢算是非常简单 好了解的 各位同学呢一定要好好的仔细的复习 好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